你走 您安排的事 得要清楚 小沙也被带到的故乡 现在叫布林家 难怪一直查不到他的下落 原来是在顾家 一定要把我的孩子带回来 尼烟呢 尼烟现在是你家大小家 倒是如他所愿 走 我们现在去你家 当初就是你连害索文 还让我和孩子分离一年 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妈我不嫁 顾云成就是个快死的病娘子 我还这么年轻 我可不想为了他手管 你忘了五年前的事吗 现在顾家要见你过去成婚 我们可不要追不起顾家呀 是啊 可能明明是你先下去的 天下都死了 我不管 我喜欢的是南渊 我要和南渊在一起 他不嫁我嫁 你先下你没死 你先下你死了 我没死你们很失望吧 你到底是真是鬼 老爷新家的车军到了 他们雷尖小姐了 又算是鬼也没关系 让他叫做姑娘 尼烟 你害死了我妈 拿走了你家的股份 还让我骨肉分离 我现在做鬼也要承认 我的孩子 我一定会带死你 女小姐好 让开 你是谁 顾老夫人 我是尼加千金 尼千夏 我们要的是尼烟 原成等了他五年了 你竟敢冒充他 命完我和老夫人也见面 也难怪他不认贖 滚别碰我 当务之急是把顾少病情治好 请老夫人相信我 身份之事 我会派人去查的 宇忠 带这个丫头去看看运程吧 好的老夫人 这位尼加千金比那个尼烟好看多了 尼小姐请过来 整位你 等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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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先出去 胡说 你的妻子 你 你能来吧 胡说 你的妻子呢 霓燕 霓燕來了 你是霓燕 我相信 你一定會 霓燕 霓燕小姐不願意嫁回來 現在這位是 你先下去 果然 我病得快死 每天暴躁偷偷 霓燕先進步了 不是回家了 不然 很難關 霓燕小姐 顧少身體不太舒服 要不你先回去 我為什麼要回去 我來這兒 就是和顧云承結婚了 別管 我跟顧少聊聊 你先回去 顧云承 我已經說過了 我不會娶你的 请问 平时我头痛欲练 但是女人离我越近 我绝对能安定下来 看来顾少对宁燕念念不忘 但你知道 他就是个不择手段的 你 不准说他的坏话 我爱了他那么久 我知道他什么样的人 当年指名道姓要宁燕嫁过来 那一晚他发病 连面前是谁都没有看见 如果看见是我 不就要有些好久了 行 反正他不会来 我也不想走 就你这样的女人 也总传着顾家不放 你说的对 我一定要好好作为 顾家未来女主人的位置 享受顾家给我带来的荣华福音 顾少影集就是头痛 所以才会让你燕过来 古年过去了 一段美好吗 你也要是不来 这边境好不了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 什么交易 如果我能把你的头痛病治好 你就承认我是你的妻子 怎么会那么像呢 怎么会那么像 像谁 我要夺回家家的抚养权 在这之前 还是不要多看她一眼 你就是你小姐 我新过门的弟媳 我新过门的弟媳 您就是顾炎 我名义上的大哥 您小姐年轻漂亮 为什么非要嫁给我这个治不好的弟弟 顾家乃顶级豪门 我嫁进来 百利而无遗憾 万一顾少好 老夫人 必定把我一生融化富贵 哈哈哈哈 原来你小姐也是爱无虚荣之人啊 那就劳烦你小姐 照顾好我这个弟弟了 这顾炎虫的大哥重复很深啊 顾炎虫 我跟少女夫人跟大少女接触神秘 这 我知道了 你先想 你接近我的目的固然不简单 虚情不价义 你先下去吧 照顾我一下 是 把这个喝了 这是什么东西 治疗你头痛的药 把这个喝了 治疗你头痛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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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我们之间的交易 你先想 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不管你答不答应 只有你的头痛康复 我才能被顾家真正的认可 从此过上 豪门阔态的奢华生活 你先想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件小把戏 我是不会让这些诡计得逞的 废话真多 不喝是吧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喝 你先吓在手中 没什么会有种熟悉的感觉 你先吓在手中 我在胡思路想起什么 滚出去 现在立刻 我说过了 我不会滚 除非我坐稳顾家女主人的位置 做梦 我告诉你 任何人都替代不了你烟在这地方 想让你烟在我儿子后妈 没门 走出去逛逛 看看顾家有多大 提前适应一下豪门阔态的生活 小哑巴 故灵家 根皮疼 眉毛疼 哈哈哈哈 小哑巴 小哑巴 留下了 咱快跑 不许跑 哎呀 你那道歉 哎呀 你是谁呀 你知不知道我爸爸是谁 小弟孩 我管你爸是谁 不许哭 你那道歉 不然把你造点 我对不起我连家 不许再欺负他 还有他不是没有妈的孩子 再被我发信里面谁喊他小哑巴 我一定把他做扁 我听到了 佳佳 疼不疼啊 你刚才表现的很勇敢 佳佳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就是你的妈妈 佳佳 你知道了 我就是你的妈妈 不许多 我就是你的妈妈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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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不是都叫你野孩子 我们没有恶意 我就想告訴你 你不是野孩子 我就是你的媽咪 以後讓媽咪保護你好不好 佳佳 佳佳我真的是你的媽咪 佳佳 佳佳 這麼多年 媽咪每天做夢都能碰到你 你出來好不好佳佳 我們再也不分開了 佳佳 佳佳 你不出來 媽咪可就走了 真的走了 哎 疼不疼 沒關係 我媽咪帶你回去洗乾淨 嗯 怎麼了 李小姐你趕快去看一下 陸上又外妖怪怎麼打翻了 老公 我 我 那呀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先想 你敢打我 打你怎麼了 連自己的小孩被人欺負了都不知道 就會在這發瘋 不能被他迷惑 那都是我的事 用不著你來吧 滾 你除了為你我鬼你還會做什麼 一個小孩都不如你還算個男人嗎 你以為我想管你 自生自滅亡 我自己偷 弱這個女人是我的種 她脾氣竟然比我還大 我好看我怎麼收拾 劉怡我幫教教學習走哎 你看你自己脫 劉姨 劉姨 你家怎麼瘦成這樣 怕他身上的傷勢怎麼回事 小少爺啊很少說話 性格也古怪的 經常呀跟小朋友打架 姐姐 媽咪發誓 再也不會讓任何人欺負你了 是你的 你給我出來 不是 我 他跟他家 願意 你 就肯定是 他肯定是 你剛剛搞的 肯定是 你應該搞的 我肯定是 你不叫欺負他們 是他們欺負家家 我就去小小的教訓了一下 我孫子和顧靈家那是堂兄 怎麼回答他呢 好一個堂兄 我問你們兩個 家家主動找你們玩 你們搶著他的書包 我問你們兩個 還把他推倒 居然還罵他是個小雅嗎對不對 沒有沒有你騙人 小小年紀就撒謊 我告訴你們絕對不會再讓你們欺負家家 你怎麼敢這樣跟我說話 竟然敢打我 來人還敢跟我抓住 哎呀 今天 就要替顧雲成好好的教訓一下你 子明燈豪文的媳婦 我兩個寶貝孫子認錯 不准放肆 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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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來了 當然是來給我的寶貝兒子撐腰子 靠你個不隱瞞 原來 和你這便宜的老婆 放肆一切 你還沒資格這點書教 顧家老夫人說呢 不是你 你你現在立刻給我出去 你現在立刻給我出去 要不我就叫人把您請出去 好你個顧雲成 翅膀硬了啊 回了小顏 好好的救星你 我們走 好了 你也上去 去吧 慢點兒 你頭頭好了嗎 沒有 我給你柔柔啊 哎 你不是疼嗎 你之所以有頭疾 跟顧眼有關吧 是 少點操勞對腦子不好 你看著我乾嘛 愛上我了 我是怕你對我下死手 我怎麼可能愛上你呢 你怎麼可能愛上你的 你怎麼可能愛上你呢 你怎麼可能愛上你呢 男生 男生 那些我相信你一定會好的 相信你一定會好的 這樣相連 我總得弄你 你為什麼不惹我 不對他不是你 那是你先下 糟了我忘了把項鍊收起來 說這項鍊從哪來的 當然是我媽送我的 弄疼我了 你先下 背後到底還有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 一種 尼恩最近在幹什麼 二手 尼恩最近正在忙著霸占你家的股份 和他的至愛裴男員 你 尼恩身上的心靈 你給丟下心靜 是 你先下 你為了繼續顧著人年的生意 江江 阿美今天做你最喜歡吃西紅柿炒雞蛋 還有玉米排骨哦 我可沒做你的份 你最喜歡吃西紅柿炒雞蛋 來月兒 來月兒 你不是嘉嘉的親媽 以後別一口一口一個媽 省得還醋 顧少 我已經嫁過來了 我就有義務照顧好家家 以後我跟孩子怎麼相處 請你不要多管閒事 來家家啊 好吃嗎 來家家 怎麼了 不好吃 來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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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不好吃 家家 怎麼了 我看是你做的飯太難吃了吧 大家都不高興了 閉嘴吧你 家家 你要是喜歡吃 以後媽媽你每天都給你做好不好 好嗎 他又在做人做藥 為了進入故事 還要落落 家家吃完了就去玩吧 去吧 玩就從來不吃摩世 你都幹了錢 顧瘦 家家家喜歡吃是因為我做的好吃 是你不懂 等等 都說了沒有做你的份 我就是嘗嘗看看你給我兒子下個什麼 味道真不錯啊 我怎麼也在吃他做的飯呢 該死 我怎麼也在吃他做的飯呢 飽了 吃這麼點難怪是他贏住 我們家的酒一碗 什麼 一年以後 我們的婚約 寄出來了 好 過河拆橋 那就別怪我搶走家家 顧瘦 我知道你不愛我 等我一下 怎麼是這個反應 他應該死成了嗎 我這也要喝了 離婚協議我會簽的 我這也要喝了 最近的藥房改良了不少 應該可以治好女朋友機 我先行字 顧瑜成 面紙怎麼啊 劉一快叫醫生 顧瑜成 好端端 怎麼會中毒呢 二少爺徒血錢 吃過什麼東西 二少爺只喝過少婦人端過來的湯藥 奶奶 這個新人手腳不太乾淨 你胡說什麼呢 你把少婦人的湯藥 翻過來讓醫生看看 沒錯 這湯藥裡的確被下毒了 還好不少爺喝得少 你千下 你竟然幹出如此前受不如的車腳 你不要再說 夫人我對天發誓我沒有下毒 不然我不得好死 人正物正俱在 我當初就別敢相信你 來啊 你來 少婦人給我關起來 沒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准放出來 夫人 月城看到這個藥之後 一直有好轉的趨向 他一定是被別人陷害了 老夫人 從金藥到無藥都是你一個人在聽口 還有誰的陷害的 你什麼差一點被你斷了性命 你還狡辯 你了 下次跟我帶出去 等等 醒醒啊 去尋找尋求 給你這個時間 你怎麼還不去找兇手 承認自己的清白 清不清白沒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你 剛剛 你為什麼幫我 我最近發生什麼 看來是有些人不希望我好待會兒 慢慢沒想到 最後選擇相信我的人 竟然是顧雲崇 你把協議欠了 當然欠了 我 你破鬼 我才沒有後悔 行 謝謝你相信我 你先想 難道你真的不是顧雲的人 去查 去查 查清楚是誰要陷害我們 吳雲城 來吧布總 刷牙 我自己有手 我自己來 陷害你 我照顧你財務 我告訴你 你如果暈倒在廁所裡面 我可扶不到你 不错不错 你長得還挺好看的 看來我成為家少廚人 有沒有那麼難看 你不要幹什麼 你竟敢睡這兒啊 誰願意 就習慣了會 故事啊 雖然簽了一年協議 但我現在是余老婆 不睡這睡呢 不行 顧少 國沛 你又遠一點 咱們現在就只是名醫生的武器 我給你五秒鐘時間 從屋子裡給我出去 這點就是 你怎麼又來了 這點就是 再給你 再讓我加一下 我先給你 我先給你 不要 我先給你 你怎麼那麼胖呢 小艾拉問你 那是因為 他懷孕了 以前講 你給孩子講什麼東西 過幾天將會有一頭 漂亮的小牛從這裡誕生哦 喜歡這個故事嗎 真的喜歡嗎 是不是真的喜歡 嗯是不是真的喜歡啊 是不是 哈哈 小包 想你爸爸嗎 小雅巴 護靈鴨根皮蟲沒馬騰哈哈哈哈 哎呀呀給他道歉 小屁孩我管你爸是誰 不許哭 給他道歉 不然把你哭 你不是野孩子 我就是你 家家家家我真的是你的媽咪 家家 這麼多年 媽咪每天做夢都能碰到你 不然好不好姐姐 哎媽媽對不起 媽媽 家家 家家家你能說話了 家家居然說話了 這麼多年 他一直都陷入自閉的漩渦中 怎麼會 葉賢夏 你給孩子笑什麼秘魂藥 你別說話 家家你再多說幾句 沒關係 家家媽媽給你時間 媽媽我一直陪著你的 相片 不可能 不要讓他 engaged 你們 那你只聽不懂 吃不충 除此之外我还调查到 你也晚上要和白胜集团签约定 你也想要依靠白胜 但我天天不让我 你看 证据显示 猴子一往是保姆里烂 在他表皮的药匙上 还参与了他的质问呢 哎呀 真没想到 前下竟然能找出真凶 不然上次你来让我调查以前下的审份 五年前来顾家的就是这个尹小姐 你说什么 尹家到底想干什么 这么说 方家的亲生母亲事 你也小姐年纪轻轻就是集团首席 今天约我跟白胜签约 真是商界没有啊 他长得真的漂亮 我们可真羡慕啊 记下 等你一家签约成功 你一定忘不了各位 这次百胜集团的签约夜 我恕在你 想签约 你看百胜搭着的爱你 真晦气 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 百胜如此强大 轮得到你这个泼妇在这里撒眼 来着 把这个女人给我看出去 等等 该赶出去的人 是你 我堂堂倪家千金 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 顾言 你认识吗 顾言 他怎么知道我还和顾言有联系 你瞎说什么 我还没骂你上次办鬼缠着我的事呢 男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等等 顾家站百胜集团九成的股份 但凡动一下 合约就飞了吗 啊来人 啊 还有谁敢对你总不计 这是怎么回事 告诉 现在我是顾家的女主 顾言成明就是个病秧子 你不过就是给他端茶送水的保姆 他哪来这么大能力 有这么多人给你拆遣 你 你以为我不知道 当初我出车祸 就是你下车祸 你血口碰人 我车祸刚醒就坐飞机赶去 却连我妈坐过里面的东西 你和倪天元方丽萍 串通起来害死了我妈 来人啊 他血口碰人 他污蔑我 再也不想见了 否则见一次 你快要等我 爹 河东白像吗 滚 我和百姓的侯爷飞了 你去什么都不知道 哎呀 別生氣了啊 來 這個陪男怨沒有一點用 連泥千下都踩在我頭上 看來我想要獲得更高的地位 還得再想想辦法 咋咋已經開始人了 看來我有必要找你也聊一聊了 我們來玩裝米餐好不好 媽咪說五個樹 去 五 四 想想和他覺得能玩這麼開心 三 二 一 你幹嘛 出來 幹什麼 你嚇到孩子了 你幹什麼 你以後不行能玩 不 聽到沒有 走 我帶你裝 你沒有你你還走不過是吧 我算是看起你什麼樣的人你 開車是 我的媽咪 你的媽咪不是那個是你 你嚴肖姐的生長 直接開過去吧 是快點 哪怕你願不願意嫁過來 但他一定和現在孩子 讓他看看吧 一二 你能不能別鬧了 家裡那麼多包買什麼呀 小氣鬼我就要買 這麼點錢都不願意給我花 你還有什麼用啊 二 跑什麼呀 小 這哪來的帥哥呀 也不比南園差 你 说什么呢你 我怎么了 你看这帅哥的豪车 一看就能给我们事业上的帮助 你不是要往上盘吗 跟他拉了我一下关系 我怎么了 裴南渊这个废物 老是当我的好事 李烟 是我 这 他怎么和我小的不一样 你还记得五年前的事 五年前 你先下去顾家的那天 什么五年前我不知道 你忘了吗 你之前为我生下了一个孩子 孩子就是他 他叫顾凌佳 我没生过你别胡说八道 你说他是我生的 我怎么可能生出这么一个哑巴 你个小野种敢撞我 我ольше小野种 你从我的带助我儿子 你从我的带助我儿子 顾云成刚刚说我生孩子 显然把五年甜的事当成是我 我何不借此机会呢 你叫家家吗 哎不好意思 是我妈妈没认出来你 你你躲什麼呀 李嫣你好不要臉我怎麼了 剛剛云成不是說他是我的孩子嗎 我怎麼可能不記得我的孩子 云成 你不是一直都想著我嗎 我現在就跟你走 顧云成 家家的媽媽是我不是他 你一千下當初為了爭得你家財產 把從小養他的房子 你是不是欠揍 云成你看 當初顧家為了接親 就是他脅迫我 我才沒去成 所以相當也是你夫的 相信他 你一千下 你就是個冒牌貨 顧云成我們離婚了 你就抱你的泥煙過去 媽媽不要走 這家抱歉媽咪忘了你了我們走 家家只能是我的 還不快什麼事啊 這孩子是我的你 你爹 說什麼呢你 我怎麼了 我還不是為了你家能更上一層樓 男元你想想 以後也會有你的一杯歌 來小江跳下來 大老 Grandma 來 快快過來 好吧 千下你們今天 在家家出去玩了 年長 我跟你說 其實千一下呢 最適合當我們家的孫媳婦 你跟他婚禮要早點舉行啊 奶奶我是不是嫁他的 這這為什麼呀 他只不過就是您眼的替代表 我根本不為 原著 天下才是家 是啊我是替代表 那我們不要再繼續了 好啊那我們就離婚 哎你們這孩子離就離家家歸我 不可能家家是我 家家 家家 家家家你怎麼樣 家家家有什麼事無問題跟你沒完 你憑什麼來指責我 家家說有什麼傷害你也不管 每天就講那個泥煙 我真的不明白 你這個當爸爸的到底在幹什麼 小心 快叫醫生 小少爺就是受精暈過去了 平常要好好照顧 不能再受刺激了 明白我先去開點藥 顧客 顧客 你知道嗎 家家每天都在被別的孩子欺負 在幼兒園裡 他們都罵他是啞巴和野孩子 他們都罵他是啞巴和野孩子 錢錢從來沒顧住我之前 家家每天都在被別的孩子欺負 你知道什麼 你除了為顧家大業 你管過孩子哪怕一分嗎 家家是我跟泥煙的孩子 用照你這樣多說 我真的是要被他氣死 我居然連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認 泥煙泥煙 你愛泥煙多久 其實是五年前 告訴他 當然是很久很久了 果然 他愛的從頭到尾都只有你 那我就告訴你 你演有多惡心 你要是再多說一句 你那個壞話 你就跟你臨 lag 從今天開始你自己姐要 你給我流兩 soc 好好看 resolution家家 還要出什麼問題 我違你是 verschied 我还是不能被他拿捏住 再像我们怎么样呢 他终究只是一股狠狠狠狠狠人 老板 这条项链出自你们店铺吗 这条项链 我想起来了 的确出自我店里 真的 是什么人做的 大概二十多年前吧 一个漂亮的女人来店里亲自做的 好生气了 他也来自西城和我是老乡 我记得很清楚 西城 我知道了谢谢啊不客气 看来得走一趟西城 你去后山的屋 是 那是少夫人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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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來看你 是女兒不孝 現在才回來看你 現在才回來看你 不放心 跟我拿回家家的撫養權 我一定會替你告訴我 那不是顧云辰手下李舟嗎 他怎麼會在這兒 走了 一定是你總的身份泄露了 李總 我可能看到李舟嗎李舟 這個顧云辰那麼愛調查我 怎麼不去查一查尼炎是什麼惡毒的人 我如果不讓尼炎身敗名裂 我就不是尼千夏 那我們接下來該怎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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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著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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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約會其他野男人 一定第一個告訴故事 這三天我去人家犧牲 你去犧牲可嗎 據我所知你應該不是犧牲人 我的確不是犧牲人 我去那是為了祭奠淫淫的母親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 人家泥淫的母親明明好好的活著 你咋咒人家死了 你發作的 你一口一顿泥淫 你去問問那晚究竟是哪個女 這不是 你去問問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差點就說漏嘴了 你給我解釋清楚 我跟你沒什麼好說的 你拿著項鍊假裝自己是泥淫就算了 現在還胡說泥淫的壞話 你只不過是一個敵人 你這樣也太誠狂了 顧上是覺得我滿口謊言 非常惡毒是嗎 是 哪怕你上次去見了泥淫 你也這麼認為 究竟是誰惡毒 誰一直在欺騙你 泥淫確實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甚至都以為泥淫下才是那個女生 連泥淫這樣的壞女人都能愛上 難怪你的頭痛會那麼厲害 你待著吧 我去看看家怎麼樣 哪怕 我去回家 吃完 應該沒買一個藏 你可以買一個藏 你去買一個藏 现在顾云诚还爱着我 只要我把这条蛇家货给你签下 那我进入顾家 岂不是一如反掌的事 顾大少 合作成功了 市场之后 我会给你想要的 这种东西为什么会出现的家家风险 不用想也知道 有人想要家家的命 谁要陷害我儿子 不是顾炎就是你炎 或者是他们二人和母 既然这个人能自由出入顾家 并奉下这种东西 这说明顾家已经不安全了 毕竹立刻加强顾家的安全 走 陷害家家 此人我绝不会饶住他 干奶那条毒蛇没伤着你吧 我没伤 不过昨天晚上 那就差一点东西 还好 你签下陪着家家 不然呢 后果不堪设计 老夫人 我想用那条死蛇把凶手勾住 你什么意思 不好了你小姐 那条蛇不见了 不见了 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在家里找变土也找着 时机到了 姐姐 你什么意思啊 老夫人 让顾家所有人到这集合 我会向你们证明 谁是凶手 好 大家把手掌翻过来 我就能找到凶手是谁 所有的人 把手掌都伸出来 让签下检查 怎么样 检查出来没 你怀疑凶手带着手掌 倪千夏还真是会故弄玄虚 就算是警察来了 也不可能查到真相 老夫人 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等我几分钟 我马上就回来 好 我还以为他有多厉害呢 最后还不是要找警察帮忙 其实我在舍的地方 撒了某种物质 只要让警犬门一下 就能知道谁去舍之 他就是生手 他就是生手不 我不是 我不是凶手 老夫人 真是 我不是 我不是 他会那条蛇 是不是你放的 你到底何居心 老夫人 我不是 我是被热露的 老夫人 真是不见棺材不要累 来人 把他脚抬起来 大家看我手上粉末 是不是跟他脚底上印 人生物症都在 还不承认老夫人 只要是我犯了 是我错了 让我犯了夫人 成为 顾家何时怠慢了你 你为什么要陷害家家 因为二小爷他 他上次寻思我 我还要担心 非才做出这种活动事 哼 既然犯了错 就应该承担责任 警察同志 把他带走 老夫人 饶了我老夫人 老夫人 饶了我吧 天下 这次多亏了你 不然 凶手还会逍遥法外 我们顾家永无安宁 老夫人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但哪怕是如此 阴谋还是没有完全解开 看着我干嘛 老这么看着我 我还以为他真的爱上我了 算 先去看看家家学上的怎么样 我还要是 那是 家家 你妈咪今天有事 你自己先进去吧好不好 哎你这小屁孩 不会到我时间呢 妈咪他就是孤灵家 半双话 不仅没有妈咪 爹爹是快死了 嘿 宝贝 以后呀 像这种 没有爹地没有妈咪 还不会说话的小傻子 说得你 你心多恶毒呢 以后呀 他连着啊 布林家小木瓜可怜虫 没有吗 我愿意赶紧回家 家家你赶紧再去上课 去 快去 快去 这可是魏太太 江春有名的魏贵 我可得对不起 这家家只不过是个孩子 这妈妈也不错了 你不许说我妈你的爹地 小老爸说话了 说话也可可奔奔的 真是 哎 臭小子 你再打我儿子 放手放手放手 真是无法无天了啊 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 你谁呀 我赶我 放手 赶我啊 看上去的 你算什么东西 娘你看就是布林家的后妈 原来 你就是布林家的那个保姆 一个后妈儿 这么嚣张 给我儿子道歉 什么让我给他道歉 你好好看看啊 看看我儿子的脸 被你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一定是你儿子先动手 家家才会反习的 少胡说八道了 明明是你儿子 先冲过来打我儿子 我可告诉你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这张脸要是毁容了 没得起吗 我限你一分钟之内 给我儿子道歉 否则后果自负 整个江城都没有人敢这么多年 我就不道歉 你 好 很好 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咋我 打你就打 你让你欺负我儿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爱是谁 干你欺负我儿子 你就别想好 我疯了 记住你 我不想让你好过的 是吧 你也不然 我 好 死了吧 看到家家被人欺负 你却视若无睹 我不配做家家的阿姨 你安妮 安妮 走妈咪带你回家 千夏 你怎么能打我 你们可是亲戚啊 老夫人 你问问他 他要干了些什么 先生 你加点道理好不好 我今天根本就没有惹你 你突然上来就打我 我脸到现在还疼着呢 我打你是打错了还是打手 你看到家家被人欺负都没有帮他 你说你该不该打啊 家家被人欺负 什么时候是 老夫人 今天家家三幼儿园被人欺负 当时薛小姐就站在旁边 没有帮助家家 所以我才打 让他记住教训 阿姆 你作为家家的阿姨 你能看着他被人欺负 你竟然不管 我 我正准备上去理论 想着如何妥善解决这件事情 结果你一天下二话不说 上去 轮去班长就把人给打了 而且还叫魏太太 哪个魏太太 就是咱们江城第一家 就是咱们江城第一家 国魏方的妻子魏太太 此时非同小哥呀 我们顾家 世代从上 与魏家的关系甚是重要呀 可不是吗 就魏家要是对责起来 我们顾家就遭殃了 天下你护着家家固然没错 但是你不能当众殴打魏太太呀 这么做实在是欠托啊 我来跟小孩子间说笑而已 就你先想上去就打人 根本就不顾后 这祸已经闯了 我估计这魏太太 恐怕我会善罢 感谢 老夫人你放心 人是我打的 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因为钱使得不 你还没给我道歉呢 道歉 我打你就算是亲了 你根本没有资格做家家的安 从今天开始 不需要再管家家 我自己会负责 你 老夫人他那么嚣张 你不管管他吗 哎呀你也得反省反省自己 看你有没有好好做一个 和口充值的安逸 好啊 你们顾家一个个都欺负我 你签下 你不道歉是吗 我让你吃不了兜的 妈咪 杰佳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你有什么想要跟妈咪说的话吗 妈咪我好想你 我也很想你 他们都说你是我的后妈 谁说的 你觉得妈咪对你不好吗 但是我认为你是我的亲妈咪 杰佳 你就把我当成亲妈咪 无论是后妈还是亲妈 都会好好爱你 好好补偿你 弟妹 这次你做的实在是太过分 怎么能动手打位 你知道这件事情影响你多么个人 可不是吗 这件事情都被读人发到网上了 现在外界一路可可 都说顾家的少夫人啊 当街打人 嚣断的狠 你先想你觉得这么高兴 那就不要怪我了 你说了人是我打的 责任我一段时间 你先想 你连魏总太疯狂了 是为他感情欺负佳佳我才反击的 我来 这 各的 林城啊 你就别在这火上浇油了好不好 这件事情没有你们想象那么简单 魏家已经来人了 顾老夫人 我们魏总派我过来说一声 明天周五十二点以前 让你一牵下 到我们魏家 向夫人赔礼道歉 不然 魏家不会善罢甘休的 魏家不会善罢甘休的 魏管家 这件事 魏太太也有一半的做 就念的我们顾家和魏家 四年的交情的事 这件事就算了 抱歉了老夫人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要么让你一天下登门道歉 要么 断送你顾家的商业馆图 你自己看着办 院长 要不然你亲自去一趟魏家吧 看这事情怎么能解决 这事情又是闹开了 对我们两家谁都不好 放心吧 那魏家我去过去 老夫人 不用让你承受魏家求情 但是我惹 我自己顾 明明跟我虽然眼前 我会去魏家道歉 这个尼千夏怎么还不来 不会 不来了吧 老公 我看这个尼千夏 肯定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 没把咱们对家放在眼 你就不能放 老爷 夫人 请你们放心 我已经对顾家施压 让他不敢过来 他要是这么顾身好歹 那就别怪我 也顾家无情了 老爷 国人 你亲下来了 你亲家 你这个样子 哪就是来道歉 你是来收账 你就是你亲家 对 他就是你亲家 魏总 魏太太 现在还不到十二点 我来的不算晚了 你亲家 你那天当众打我 让我一面伞地 今天你必须跪下来 给我道歉 受不了你 跪下来道歉那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你的态度 魏总 您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人 如果您的太太 侮辱一个五岁的孩子 你必须跪下来 我迫不得已才反其 您还会逼我现在道歉 你这个 不管什么原因 你动手打了我 你就是 我是看在顾家的面子上 不是让你道歉 已经是对你网开一面了 魏总魏氏滔天 逼得顾家给家大爷 这又是何必 我跟魏太太之间的恩怨 用得着牵扯的顾家吗 老公 没有个废话 咱们现在就报警他抓起来 让他吃牢饭 谁吃牢饭还不一定 魏总我想借一步 咱俩担走他 你现在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单独跟我老公的 不是个狐狸枪 别做嘛 魏太太是觉得魏总不能做好多 放屁 你个口不遮拦的女人 来来 把他给我抓起来 魏太太 你不要逼人太甚 住手 李小姐 有什么话 你就不妨在这 魏总当真要在这 我要说的可是十年前 十月三日发生的事情 李小姐 进书房谢了 老公 你千万不能上这个会员的道 别人道了 没我的命 谁都不知道进书房 李小姐 请 你谁 你到底什么意思 十年前的十月三日 魏总做过什么 人家不需要我多说呢 你怎么知道 这件事 要是你告诉警方 你觉得 谁会审慰 有什么问 那我的名声 已经被魏太太搞臭了 我魏总的内刀全是比起来 这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你敢 我真的会让你吃饭 要那么难 在微笑 如果不能安全的回到公家 你以为你 一定就不会死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打着好人 人设备 里面做些什么 你说我帮你 你想想 什么事情 咱们都好商量 放心吧 我今天来不是来接你老板 我对你那些事不加兴趣 多谢你家姐 告别没什么 您太太和您儿子欺负不不离间 不要他们到顾家都不能道歉 并且你们被家要取消 就顾家的打扰 否则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好 怎么这么久啊 你先想那个借铁 都吃了什么 胡美兽 老公 他都跟你说什么 李小姐刚才把事情 男人许哪都有解释所说 一会儿带着儿子 到顾家 等会道歉 什么 让我 去给他们道歉 快走 那我就在顾家 给他们为他们 公门道歉 放心吧 李小姐 一定会等会道歉 走 老公 你不是说你要帮我的吗 是不是让我去你插道歉 哪儿那么多废话 让你去道歉 你去道歉 你倒是交代 我刚刚是不是跟那个狐狸精 在里面干了什么 见不得让人扣他 啊 闭什么狗嘴 你去人杀我 你是不是个孩子 李小姐手里捏着个花瓶 足以让我身败凌铁 你要是想 做完太太的这个位置呢 乖乖的听我话 道歉 你怎么来了 不是我不放心 让我过来看看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他们没有没来你 放心吧 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那就行上车吧 哎呀 这个签下怎么还没有回来 你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是啊 也不知道他解决的怎么样了 要是再这样下去 星途的股票就快跌停了 今天早上我遇到你签下 我还特意叮嘱他要早点去味道 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分到小事 你签下这么嚣张 这次正好让魏太太好好教训教训他 严重 你亲自到魏家去看看 他魏家要是欺人太甚 我们顾家也不怕他呢 好的 真的 回来了 回来了 好好好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弟妹 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 你们放心 事情已解决了 而且魏家还要亲自到顾家道歉 你签下你签下 你做什么 魏家呢放过我们都已经是万幸了 还跟门道歉 你要不相信的话 马上交往 老夫人老夫人 魏家来人了 老夫人老夫人 魏家来人了 啊 这魏家真的来人了 这魏家突然到我们父家来 难道真的是来给我们道歉的 肯定是你签下道歉的诚意不够 所以魏家呀 要上门找茬 顾老夫人 哎呦 哈哈哈 魏总啊 魏夫人 不知道你们前来拜访 老生有失远迎啊 哈哈 哎 我太太言语不当 和顾二少夫人发生了一些争执 我们来 是特意来道歉的 这 这怎么快 啊 魏总 你也太客气了 这不算什么大事 你别往心里去啊 不不不 呃 是我太太和儿子做在先的 我们应该 你道歉 啊 对不起啊 顾老夫人 是我们 是我们 孝子无方 我们今天呢 是诚心来道歉的 还请顾家 还请后家 文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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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什么 你先向这个坏女人 居然可以获得魏总的道歉 魏太太 哎 你的诚意我收到了 这事儿 就算过去了 我们顾家和魏家两家 是市交 咱们两家以后呢 还要互相提携呢 老夫人说的是呀 咱们两家 肯定得和平共处 那那没事我们就先走了 等有机会了 再见 好 那你们先请啊 这魏家 居然是要登门道歉的 我还以为是来找茬的呢 是啊 之前还是一幅 事不快心的 今天居然登门道歉 真是不可想象啊 你先想 你到底跟他们说什么 我只不过跟魏总说明了情况 他是个公平公正的人 所以才会登门道歉 不管怎么样 现在魏家已经到过前了 这个事情就这样 是啊 能和魏家重回于好 全靠千下 云长 你能取千下 那是你的福气 也是我们顾家的福气啊 奶奶 你是顾家的一份子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真是够了 这件事分明就是你千下惹出来 你能不能提供魏家私通款项的证据 你先下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昨天不是还跟顾二舍在一起 怎么现在又出来 是想回家了吧 真懂了 刚刚看见陪南渊 尼烟 是不是还在这附近 你可别乱发疯啊 我会报警 哎 报警 你觉得我胖吗 那不是你千下吗 非要连着劲 竟然背着云长在外面和男人乱搞 你千下 这会有法比拿到我的手上 我看你还怎么想着 云长 你猜我今天上午逛街 遇到什么 你有什么话跟你说 我遇到你千下 跟一个年轻的男人在一起 不知道是什么关系 看着他亲病 对啊 快拍点照片 怎么样 我没说谎吧 哎呦云长啊云长 你可得好好管一管你千下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他倒是高于男人 不简直優辱不佳佳南呀 闭嘴 我的太太还轮不到你来吃花枪 滚出去 我只好大 你老婆都给你戴绿帽子了 你别在这儿转移话题 你最好老实交代你今天去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别在这儿转移话题 你最好老实交代你今天去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要 secre 说有个男人干什么了 薛蒙胡说八道一头你就怀疑我 我现在是在给你解释的机会 好 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 我跟小先生约会去 该干的都干了能瞒着呢 你先想 你別忘了自己現在身份 你現在是我的太太 你怎麼能背著我去找別的男人 顧云誠找男人是我的事 沒有資格管你 別忘了我們的離婚協議 以後我的事少管 天下下周是 薛夢的父親薛李的書誠 到時候你陪我去參加掩護吧 好的奶奶 薛夢 你三番五次的找我麻煩 就不要怪我不給你面子 哈哈 多謝顧老夫人賞臉啊 哈哈 這次機會 我也和他老人家聊一聊 他身體還好嗎 活您的福 我老母親的身體好得很 哈哈 走咱進去說啊來 啊 喜歡這個呀 你親像 你來我家幹什麼 給老夫人參加生日宴會 我們薛家不歡迎你 清理春去 這家你先進去找奶奶 媽咪等我就來找你嗯 去吧 我需要你歡迎 我是跟著顧老夫人來的 我還真沒見過像你這麼不要臉 你也你你這怎麼回事 我當然要臉 倒是你 背後告狀你要不要臉 難道我說錯了嗎 你嫁給雲晨不休是圖顧家上笨 李先生你怎麼打我呢 好了 啊 李先生他打我 什麼 我只是說了他幾句 結果他用動手打人 你不要替我做苦 李小姐你怎麼能動手打人呢 薛先生你沒有動手 是薛小姐汙蔑我 你不要聽他狡辯 我怎麼可能自己打自己呢 不明是他動手打我不敢承認 阿里 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 我向你保證 簽下 絕對不是那種是非不分 會胡亂打人的人 吳老夫人 這人這面不出心了 你簽下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行了 簽下小姐 是咱家的客人 這件事情 就這樣吧 來 請啊 爸 你簽下 絕對不會讓你好過 啊 失陪一下 失陪一下啊 快點走啊 什麼回事 剛才外媚不見你啊 勾用我爸嗎 啊 居然有人敢在我的眼皮底下 高於我老公 我怎麼收拾他 別急啊 你現在衝著欲打小三 只不讓一個女子人看笑話 我有個好處 也不讓你吃 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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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端端的 怎麼突然跑出來一只狗毒 誰偷襲我 有本事放過沒本事出來 我自己不太太 你不太太 不好意思啊千千小姐 這狗平時都挺乖的 也不知道怎麼回事自己不太太 沒嚇到你 這麼下作的手段 虧你做得出 也不行給薛家丟臉 你在說什麼呢 我怎麼聽不懂 你少裝蒜 自己心裡清楚 你現在 我們薛家好心的請你來做客 竟然做些什麼的排面之情 薛太太 愛人的方式還真特別 如果沒猜錯的話 剛剛那個狗就是你故意放出來嚇唬我 是 你這個女人 在外面但是勾引人 竟然 都能到我們家男人的身上 薛先生的年紀都能當我爸了 我還用得著勾引他 到底你薛太太 你們結婚那麼多年 難道對自己的丈夫 這些信任都沒用 你 媽 你算是遇到鋼手了 您先笑的手段 鋼手 有人這麼嚮張 看我怎麼收拾 哎呀這誰叫小孩啊 這麼不小心 真是的 小姐 沒事吧 沒事 不好意思 我孫子不是故意的 請大家諒解啊 諒解 沒事沒事 孩子沒事就行嗎 哈哈哈 你小姐 雖然小少爺 是不小心的 但是 你作為 孩子的後媽 是不是該讓他 當眾 道歉呢 孩子是無心之果 這些東西 我願意出三倍價格回程 但是你讓一個小孩 當眾道歉 是不是太過分 就算是個孩子 做錯了事 是不是該道歉 你 就是這樣教育孩子的 如果不小心打碎東西 就要道歉 那剛才你們學家 動狗行凶差點咬傷我 是不是應該盼行啊 行啦行了行了 今天是生日夜 大家以開心為主 小孩子也不是故意的啊 我們作為大人寬容一點 沒錯沒錯 一點小事而已 哎千萬別影響大姐的性質啊 哈哈哈 來姐姐 只要有媽咪在 沒有人可以欺負你 薛先生您是赫赫有名的书法大家 要不今天您给我们露一首 对对对老爷子给我们大家露一首嘛 哎不了不了我年纪大了 要不让我孙子给你们露一首吧 不错不错小少爷啊真是出类巴翠 不愧是神宏啊 小老爷的夫妻有人了 哈哈哈哈都给过奖了 过奖了啊 妮小姐不如让你们家家家你来学学 家家你要不要你去学一学 去吧 这孩子连毛笔都不会拿 怎么可能会写 这孩子竟然会写反体字 写的不错嘛真厉害 家家是在哪学的书法呀啊 他就是单纯爱好 在电视上看了几遍就学会了 这么说 妮小姐也精通书法啊 我不太懂家家是自学的 自学成才这么好的天赋呀啊 家家是不是还没有投诗啊 如果没有的话我带他去吧啊 那多不好意思 薛先生已经有一位如此优秀的徒弟 我们就不做热闹了 那是真的可惜了呀哈哈哈哈哈 家家写的不错 但是啊 还是我们子恒写的更好 啊 祝人家我会传奇你会吗 我们比一比看谁打的好 哎呦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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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这是我孙子厉害吧 哈哈 不允家赶紧啊 哎呦 哇 天呐 这孩子厉害呀 我的天啊 这是练过真功夫呀 伽佳 太危险了 万一砸起地板怎么办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也没想到木板坏掉 哎没关系没关系 佳佳这 腿小功夫在哪学的呀 他平时就调皮了一点 你老手都喜欢穿一下 真的不好意思啊 哎没关系没关系 没想到佳佳如此深藏不漏啊 哈哈 古老夫人 您能有这样的孙子 那我们这些人太羡慕了 哈哈哈哈 哎呀 这都是签下教育的好 用心培养我们孙子的兴趣爱好 佳佳 佳佳能找到你当妈咪 那可真是他三生修来的福气呀 哈哈 老夫人 您当佳佳的妈咪 才是我三生修来的福气 郭宇常 但是要的 听说你昨天跟奶奶去了学家败售 大厨工头 是家家争气 给你顾家长脸 你姐姐 你到底在外面还有多少男人 很多 要一个一个给你介绍 很多 到底是多少 怎么说呢 没有我得不到的男人 只有我不想要的 等协议结束之后 不会管这些多事 当我警告你 在那之前你最好不安 警告无效 你无权干涉我 你先想 你别忘了 等我好了你就得离开桌子 所以在那之前 你最好还是有点自知之明 用不着顾少提醒 我也很想跟你 顾太太 문卷 顾太太 你好 赔贴 umm 一二園的大力支持 我也想客氣了 我怎麼放學了嗎 還有十幾分鐘就爆絕了 那我先進去看看 歡迎歡迎 這都是小燕最喜歡看的 還有這個在市面上 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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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r 張關係 李嘉 李嘉 李 later 李 李嘉 李 我這就去叫 陳援長叫我什麼事啊 這位是故林家家長你小姐 他有話要問你 李老師是 我問你 家家今天為什麼會暈倒在廁所裡口 我問你 你小姐 今天我們班做遊戲 顧靈蕭他不想玩就自己去廁所了 是嗎 他去了廁所四十多分鐘 你身為老師你怎麼沒去看他 顧太太 真是故林家自己要去的 我沒有逼他 放心李老師 我不會只聽你的一面之詞 陳援長 麻煩你去班上叫幾個孩子館 哈 小朋友們 佳佳今天為什麼會去廁所那麼久呀 是哪些不讓他上課的 為什麼呢 李老師讓故林家午睡 故林家不想午睡 所以李老師就讓他看到廁所門口罰寨 還有呢 李老師說故林家小小年紀就不聽話 以後不讓他上課了 原來家家受到的傷害不只排自於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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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好 謝謝你們 快回去上課吧 都聽到了吧 我相信他們剛剛說的話 這 顧太太 說不定有什麼誤會呢 李老師 你結婚了嗎 結婚了嗎 有孩子嗎 有 你有孩子你將心比心 你怎麼能夠欺負別人家的孩子 更何況你還是個老師 對不起 對不起呢 你給家家受到的傷害了 對不起 顧太太 這是我們幼兒園的失職 我保證 以後再不會出現這件事情 確實是幼兒園的失職 從業教師的素質有待提高 所有老師的綜合素質 都應該重新納入考核 從今天開始 顧林家正式退學 並且我將撤銷投資 顧太太 你千萬別生氣 你再給一次機會 我們一定會重改幼兒園的 什麼都別說了 現在就幫家家辦理特學手續 該喝藥了 一千下 你到底什麼意思 聽說你給家家辦了特學手續 自從這個女人來到顧家以後 已經快把家裡翻個天翻地覆了 我自有道理 你有什麼道理 你不是家家的親媽 你也不是她的法定監護人 你憑什麼 我怎麼沒有自我 我就是家家的 後媽 我當然有自信 你以後要再是這樣胡說 家家你就不用擋 你也不問問發生了什麼 你就指責我 你根本就不會當家家的爸爸 難道我錯怪你前下了 這其中有什麼理解 上夫人 老夫人讓我過來問問您 是不是捏了給小少爺辦了退學手續了 是的 那就麻煩二位去老夫人那邊 解釋一下吧 畢竟怕他擔心吧 這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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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老夫人 叫他要來 叫家家 把家家 都說老夫人 說老夫人 說老夫人 叫家家 小婦 說老夫人 老夫人 聽說zept 人家家 看花主人 我會找最好的教師來家裡教他 用不著秦老師 我自己也可以教他 你先向從現在開始不准的查手家講的事 我自己也可以教他 你先向從現在開始不准的查手家講的事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家家是我的兒子 不希望讓他對你產生依賴 我希望你可以跟他保持距離 你要我跟家家分開嗎 沒錯從今天晚上起 家家就會住到奶奶那去 如果沒有必要的話就不要再去找他 好 我知道了 沒說出真實身份是對的 就算顧家知道我是孩子的親中女情 也會擔心我搶走孩子的子養權 不再讓我和家家相見 千夏千夏 你先向之前你三發五次的欺負 總算讓我報仇了 雲城 千夏咒顧家家這麼久了 就是因為他 家家才變得開朗了許多 奶奶 我已經做好決定了家家是我的孩子 我這麼做明顯是為了他 其實退學呀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千夏自己都能把孩子教育好 你沒見家家今天的表現 你要是看到了你絕對不會去 反正我已經做好了決定 不會再變了 哎 你這還 二少爺 少夫人已經失聯好幾天了 真不用派人去找找嗎 她的電話還是打不到嗎 是的 少夫人只要一出門手機就聯繫 是 居然完成 都回事 可是 明明是您不讓少夫人照顧少爺 少夫人才會離家出走 對 弗生 醺 顧長 你好 當晚 баб 我的夫人 我是 那個 那 �� �m 你這給我 那輩子 你這天 可能是因為小少爺的事情 我只想了點說 林長這個怎麼辦呀 本來咱們就錯怪了人家 萬一他不回來 咱怎麼對待其他呀 李舟 立刻派人去尋找是 少夫人您終於回來了 李先生 你這兩天都去哪 跟你打為什麼沒人見 我去找秀嘉嘉的幼兒園罷了 至於你那麼激動了 我手機忘了家裡了 蔡嘉 嘉嘉退學的事情 我已經派人了解過了 你做的沒錯 老夫人 你也能這麼認為 我真的很開心 我看 以後嘉嘉跟著你比較合適 你是再合適不過照顧嘉嘉的呢 林長 你也說句話呀 我跟他有什麼好處 我讓嘉嘉不要跟著你一天下 自由我的願望 你都不要再去啊 不管怎麼樣 咱是冤枉了 千下 千下 實在是抱歉 沒關係老夫人 你們知道我是真的為家家好就行了 雲長 你是不是應該向他道歉呢 明明是他自己什麼都不跟我說這種情況 還別人誤會呢 真是款木的 看一下 別生氣啊 沒事的 沒事的老夫人 你不要因為這件事你傷身 只要嘉嘉能盡盡看看我 跟著我們誰都可以 哎呀 今天難得大家聚在一起 咱把嘉嘉叫回來吃個團圓飯 好 老夫人你們決定就行 哎 林長 嘉嘉呢 老夫人 嘉嘉這幾天在忙的幼兒人面試 我就讓他在家休息 那個幼兒女還需要面試 我打個電話 你如果他長大了 是不是也是你來幫他做個所有 嘉嘉是我的兒子 他的未來有我們在創新 用不著你這兒去說話就好 辣 你們兩個人不吵行不行 本來就想把嘉嘉叫回來 咱們在一塊高高興興的吃個飯 你看你兩個一前面就吵的沒完沒了的 好了 不吃了 休息去 你來 你來 你說快打120 那能續續 我來 我來 患者七級攻心導致昏厥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大礙了 只不過我們發現患者的脏器 可能有些問題 建議等一下讓他去做一下檢查 好來 好給我 太好了 奶奶沒事 你先下 那怎麼了 聽說怎麼辦 你還要我 帶你去看 我告訴你 你不見我 希望你先去看 你給我 期望 好 因為你 跟我去見一個醫生 你要帶我去找什麼醫生 一個很厲害的全科醫生 我的朋友 你的腰也是我拖他幫你配的 男女男的 為什麼不去你是不是心裡有鬼 你在說什麼啊 你不去就是心裡有鬼 去就去 你幫我 天下好久不見 七少爺為了打擾你 這是什麼話呀 你要小魚都是老同學 都是自己人 小魚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他介紹這個醫生一定很好 小魚他現在怎麼樣回國了嗎 壞了應該就是今天晚上的航班 等著下班一起接他要不要一起去 可以啊 估計好多年沒有見到他了 這位就是大迷你領的顧先生嗎 就是他 那男的來趟醫院 你摸摸看看吧 顧先生您請坐 學長他怎麼樣 顧先生大老領的血塊有所消除 但是現在還剩下一小部分 你的意思是說 他隨時可以恢復健康 沒錯 但是我開的藥 他一定要堅持服務 哎顧雲誠 你聽到了沒有 學長說你馬上就可以恢復了 聽嗎 活動與否都是我心甘情願 吃不吃了好東西 那學長我們就先回去了 等個人去接小魚的時候 你也一起我 好的 走吧 好 我想起來了 這個喬征被稱為康仁院 能不能說你 很多女患者都是奔 你他的顏值來的 你也是吧 是啊 那麼帥的男人 誰都想撥通你的 難怪我 好幾人的做檢查 實際是不是想玩看帥哥的 難怪我還不顧帥 沒喬征是 顧雲誠 發什麼呆呢 奶奶怎麼樣 護士說奶奶也起過來了 沒什麼答案 那我先去快點 奶奶好些了嗎 哎呀 我好得很啊 別這麼形勢動重的送我來醫院 我要出院回家 奶奶 要等醫生說您沒事了 你才能回去 哎呀 我什麼事都沒有 就是不想住醫院 老夫人 您還是聽醫生的話比較好 只有您健健康康的 我們才能安心啊 讓我住院也可以 你得改口 別叫我老夫人 那我要喊您什麼 跟雲誠一樣 叫我一聲奶奶 奶奶 怎麼能 別插著 你叫我孫媳婦 叫我一聲奶奶怎麼了 老夫人 前嫁 你嫁到我家也這麼久了 難道 就不願意叫我一聲奶奶 你之前不是也偷偷偷地叫過嗎 怎麼 當著元城的面 就不肯說了 奶奶 哎 好 好 你們快回去吧 這裡有護士照顧 我什麼事都沒有 回吧 顧云誠 這奶奶的檢查報告 她肝臟不太好 可能接受治療 那就抓緊時間治療 就算是小兵也不能趕快 已經跟醫生說過了 明天就安排 嗯 你先回去吧 我等一下要去機場 雨嬌 你趕緊給我調查一下 你先想要去機場幹什麼 是 喂顧少 顧少 少夫人的車程的機場不走 我趕緊少夫人 你挑一場意思就想進去 繼續跟著 是 哥 你先把自己說 這位美女 難道是我未來的嫂子嗎 小魚 你不認得我嗎 你是 你連你自己好朋友 千夏都不認識了 千夏 蔜謙下 你是你千下呀 你不想包換 啊 真的是我的千夏 我還以為 你出丑火 我还以为 我没死我还活着呢 小鱼 能见到你真的很开心 我的老天 这还是我认识的以前唱吗 怎么变得这么好看 你也太夸张了 好了好了 咱们先回去 我让好好聚聚 好 你自己怎么样 喂顾少 他们街上一个女孩起离开了 还要不要继续管 继续管 明白 姐这就是你们最大最好的包厢吗 今天我要和我的小姐妹在这唱到天亮 这就是唯一一间的至尊包厢 押金一千最低小费 两万八两万 怎么这么贵呀 小鱼呢 换一斤一般的也可以 不用浪费 没关系 就好这边就好这边至尊包厢 服务员 这个至尊包厢我们要了 不好意思 你哥 最后一个至尊包厢 这几位客人已经定了 你一千下 居然是你 上次放选失败 我嫁进顾佳的机会若空 幸好不愿成还在二人 如果我不能把您先进去赶走 你眼看来 他就是顾佳的男生下啊 他八成是为了顾着上来的头衔 要不然怎么肯嫁给一个博士人呢 就是啊 有的女人为了上位 简直是负责手段 喂 你们快闭嘴 服务员 这个至尊包厢我们要了 麻烦刷卡 我是你们的VIP客户 享有优先权 把这个至尊包厢给我 还愣着干嘛 你是不是不想干 难道 要让我给你们经理打电话 喂 你是VIP了不起啊 这至尊包厢明明是我们先订的 懂不懂先来后到啊 我是钻石VIP 你们连屁都不是 有什么好嚣张的 这个包厢我要了 听见没有 这位小姐 请你遵守下证理的规矩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看看你们的穷三样 他点什么至尊包厢啊 喂 你怎么说话的 嘴怎么这么臭啊 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看你们的样子 你自己连最低消费的付不起啊 赶紧把至尊包厢给我 我们就不让 既然这样 那我去找经理 服务员 赶紧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喂 习经理 麻烦您过来一趟 你小姐 这里发生什么事 徐经理 我们想要至尊包厢 但是只有最后一个 这几个人非要跟我们抢 你瞎说 明明是他跟我抢 那又怎样 我是钻石VIP 有优先的 请问几位是我们这里的会员吗 我们没有 那 什么会员都没有 还敢跟我抢 笑 收拾了 喂布承 双夫人在总好客TV和别人急冲突了 我现在是过去 你赶紧去跟老师沟通是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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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雲成 你怎麼來了 正好路過 這裡面有什麼事 陸先生 至尊報廠只剩最後一塊 您的夫人先一定 但是這位倪小姐作為VFC要求優先是 一 啊 好啊 陸雲成一定會幫我 一定會幫我 規則就是 有希望倪小姐還是陸雲成 雲成 你不是說我是你孩子的親生母親嗎 現在你連KTV包廂都不給我 你算什麼男人 你是不是愛上這個女人了 你忘了五年前我們的點點滴滴 我跟你生的孩子護靈家 至尊包廂 我建議還是先來討論 你別太過分了 這個包廂必須是我的 倪小姐 看起來你也是一個體面的人 我覺得還是不要因為一個包廂在這兒盜著他 顧雲成 你連你孩子的親生母親都不在乎是不是 這個至尊包廂我掉了 既然幾位並非我們的鑽石會員 那實在抱歉 最後這間包廂要留給這位倪小姐 您先下 聽到了沒有 你們還不趕緊滾 處在這裡幹嘛 我們這裡好像標準包廂 環境也很不錯 我可以帶你們過去看看 抱歉我接下電話 徐經理 徐經理 最後一個至尊包廂留給顧少夫人 一定要好好招待他 要有什麼閃失的話 我問你 是 是 老闆您放心 報信您確定 這個至尊包廂是留給顧少夫人 什麼意思 不是都說好給我了 為什麼又要收回去 是這樣的 剛剛我們紀總打電話說的 說要把這個至尊包廂留給顧少夫人 什麼 為什麼給他 他和你們紀總認識 這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老闆說的 林津倩小姐是我們這裡的鑽石委員 批夫員 享受優先權 不可能 幹嘛不可能 剛才真是在那了 非常抱歉 今晚幾位的消費全部免贈 真的假的 我這不是在做夢嗎 今晚就 我們熬生下來黏黏有盡 我以為他不會幫我 但是我沒想到 在你也和我中間 緊責了我 你要跟我們一起唱歌嗎 我還有點事 我 好吧 小玉我回去唱歌 好走 你先行 等著瞧 時早有天 不是你好看 怎麼了燕兒 你們還沒進包廂嗎 南院 那個賤女人您先下 把最後一件至尊包廂搶走了 你可以還說 是紀總給那個賤女人的 是說 您先下 和豪尊的紀總認識 他把包廂給他了 原來我上次遇到的那個女人 就是您先下 不就是 你要幫我報仇啊 剛才您先下可生長了 啊 一個包廂而已 咱們換一個 咱們去標準包廂啊 啊 哎天下 你和紀總很熟嗎 如果我說我根本就不認識紀總 你信嗎 那他怎麼會把包間讓給我們呢 我也不清楚 可能他畏懼於顧家少夫人這個同情 來吧唱歌 南院 我咽不下這口氣 這件事不能就這麼算了 好了 你先唱歌 我去給你教訓 你先下 你現在可以 你先你 都幫上紀總 啊 跟你有關系嗎 我話還沒說完呢 你說 他們能給你的我一樣 他們給不了你的 我也想辦法 你不是喜歡霓燕嗎 現在又來巴掌我做什麼 我學的你比霓燕那個腸串多了 霓燕都想辦法不優惠 我給自己找碎 我給你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但如果你還是個人的話 就把當年騙走我的部分還給我 要還你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能讓我舒服 我會搞 當真當然是真的 我倒是隨時可以 不過恐怕在這不太方便吧 怎麼換個地方 走走走 那不是邵夫人嗎 他怎麼和一個男人進包廂了 喂顧少 我看見邵夫人和一個男人進包廂了 需要數啊去看看嗎 不看 他愛和那個男人鬼我隨她去 這 顧少您確定嗎 非常確定 好 你確定嗎 老杰 老杰 顧少人是怎麼了 突然臉色這麼粗 我怎麼知道 剛好想聽他助己提到 人生下女人 應該是跟他有關 肯定跟他有關 肯定跟他有關 聽說他好像跟一個男人 一起來唱歌 我來看看 現在在哪個包廂 就是這個 這個女人好像就是他 哦 難怪顧少要臉黑啊 我們這樣頭盔 得太好吧 我們這是在這批判性的陽光去看 幫顧少監督監督 那個女人現在背部就幹什麼 顧少 和一千下進房間那個男人脫褲子了 好啊你先想 你可為什麼跟別的男人幹這個事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們這件件衣服 好啊 他居然是這樣的女人 顧少真是瞎了眼 顧少確實現在 現在什麼時候看不見 那怎麼辦 他龍顧少戴綠帽子 我們也不管嗎 顧少 我們先看看 如果他在我的地盤做出苟且之事 我保證讓他吃牢飯 裴少爺 你現在可是你燕的男朋友 要是被他知道了不怎麼辦 怎麼會呢 我不告訴他他怎麼能知道的 可是你當時劈腿 不就是因為他嗎 今天怎麼又來找我 我那是當時劈腿 我才被他給誘惑了 現在我咋知道 你比他好看 你比他好看一萬倍 怎麼可能 你也可是出了名的江城三大盟女 哎 你那都是整容整的 我告訴你啊 他就是個花瓶中肯不中用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現在後悔 對 我後悔了我特別後悔 我真的我特別想跟你在一起情想 我們會為了你啊 既然 你那麼想要 那就抓緊時間 不然很多人就進來了 好 好 啊 你這下你幹什麼你 你說你也要去看到這些照片 他算錯我 我你要是敢打我我現在就把照片打我 行行行行 那你說 你怎麼樣才能靠我 把當年騙走我的股份房間 我立刻就成功了 你見一下 你別太過分了我告訴你 這股份早就不值錢 對你來說沒有任何的價值 只要你把股份好我 那是媽媽要給我的股份 無論如何我都得拿回來 行 但但是我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你得跟我算是吧 可以 晚點我會叫手下和你交接 那你把股份轉給我 我立刻就刪掉照片 你先想 真是沒想到五年不見 居然變得雷厉風向 我真是想看你 我再也不去認人宰戈的你情想 媽媽 天下終於拿回你送我的股份了 總算對得起你的在天之靈 而裴南冤 當初我出車禍 也有你的手臂 我會讓你好看 哎 什麼嘛 白擔心一場 原來你一天下就就尋到個男的 吳少 這下你可以放心了 我們 誤會嫂子了 要是他真敢跟那個男人分手 我保證他們通通將從消息 吳少 沒想到你居然這麼在乎你錢下 你這個鐵術總算是開花了 說話到底是什麼呀 我根本就不在乎他 在乎是吳少女女 你少掩飾了 你剛才緊張的模樣 分明就是很在乎你錢下 啊 好了 我還有點事先回去 方麗品 林彥當年你們害死我的母親 今天是時候還在 那個女人是誰呀 好美呀 天啊 這氣質一點也不輸給京城三大美人啊 他長得好像不在五年里一天下 林天下 我們根本就沒有邀請你 你怎么有脸来参加我母亲的生辰宴 今天是姨妈的生日 我要是不来 那就太不孝 你少虚情假意了 你今天来 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身上穿这件裙子 是不是Vera高定 是啊 宴儿妹妹今天打扮的这一身也不赖嘛 这身Vera的A货真的很适合你 不可能 我已经打听过了 Vera高定已经被一个港城富商买走了 你这件肯定是假的 不会吧 不说我都没注意 燕儿小姐身上这件礼服 确实挺像Vera的高定 但仔细看 确实是有差别的 那燕儿小姐身上这套礼服难道是 没错 现在看起来 不仅她的花纹突然有差距 而且她这里脚有个竹钞啊 现在小姐身上这件礼服 才是Vera的正品 我在其今天看见过 不会错 倪千夏 你的这件 真的是Vera高定 难道说 是那位港城富商为了讨你欢心 送给你 不知道燕儿妹妹从哪听来的这些传闻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当然有证据 我认识Vera华国区总经理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她 听听她是这么说的 好啊 你打吧 嗯 凡人 你上次明明说 是被一个已婚的港商买走的 你小姐你可能记错了 被港商买走的是另外一款高定 一二妹妹问清楚了吗 你这事就是假 你千夏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千夏 你能来参加我的生醉店 真是太开心了 我还见见你爸 你总 恭喜你重新找回爱女 令千金真是漂亮 你总有两个女儿 真是好福气 今天又是方太太生辰 简直就是双喜临门啊 谢谢 没想到妈妈一去世 爸爸就马上和姨妈结婚了 五年过去了 时间过得好快啊 听说 你总的前妻方思音女士 方太太是亲姐 姨妈变小嘛 你们的亲生家亲呢 千夏 姐姐去世 我和天悦也都很难过 我只想帮她 好好地照顾你家 照顾好你 姨妈对我真好 不知道我五年前出事的时候 姨妈是怎么照顾我的 这 千夏 你能回来爸爸非常开心 你都五年没回家了 我们都很想念你呀 是啊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 姨妈每天都在想你 你能回来啊 真是太好了 你妈这么惦记我 看来我回来的真是师父 是啊 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 对对对 姨妈绝对把你当 亲生女儿一样的疼爱 你和燕儿啊 都是亲姐妹 是啊 我和燕儿妹妹就是亲姐妹 姨妈让我代替她嫁去顾家 一定是为了我好 放心 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你 啊好了好了 别光顾着聊天了 咱们赶快进行宴会吧 你先生方太太 今天是我们的寿星 方丽萍女士的生日 请工作人员 把你先生 为方太太准备的礼物 抬上来 丽萍 这可是我找遍全国 问你处类的水晶啊 你好老公 你听得太好了 对对 对 这个女人是谁啊 他和你总好亲密啊 该不会是你先生的小三吧 你听远 你快给我说说这个女人是谁 别闹了 来人呐 赶快给我撤掉 你竟然不跟我说清楚 我给你没来 妈 别打了 那么多人看着呢 你竟然不跟我说清楚 你这误会真是误会 没想到这点模范夫妻根本不是好 吧 这回真是吃瓜吃到撑了 别配了都别配了 妈妈 您再听知名看到了吗 签下终于替你报仇了 你准备了 他走他 怎么回事啊 不然 把所有的新闻都给我押下来 让无息采取一切办法 不是你干的好事 叫我当众出丑 别说了 现在我也是颜面扫地了 妈 我相信 爸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 依我看 这件事 肯定是有人背后捣鬼 什么人捣鬼 难道是 天下 肯定是他 他不请自来参加宴会 肯定不怀好意 他就是来报复我们的 太不像话了 好歹我们也是他的亲人嘛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一定要找他问问清楚 正好我要找你们 正好我要找你们 正下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爸正有话要问你 你姨妈的生日宴是不是你搞的鬼 是我做的 要怎么 还真是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你知不知道让我们你家当众出丑 我们以后怎么做人 天下 我真没想到 你一回来就干这种事情 把我们的脸面都给丢尽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你说我为什么 你说我为什么 天下 你这什么意思 爸 那好像是姨妈的骨灰盒 死娘子 还没找你算账的 你怎么这么个态度你啊 怎么 看到我妈的骨灰就心虚了 我倒要问问你 当时我妈是怎么死的 问什么他梦里的骨灰是假 我妈是病死的呀 对呀 你妈是病死的 你们是把我当傻子吗 到现在还想骗我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你你也不信 去医院问我 那好 我再问你个问题 当年我妈去世之后 骨灰是不是你所告的 是 全程都是你亲手操办的 没有假手于人 嗯 我妈死在我面前你还敢骗我 你把母亲的骨灰全部换成生食灰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这是 这是 我怎么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都是你爸在处理 你千夏你少胡说八道 我还没说完你们就紧张了这 看来被我说中了 你们见过骨灰是长这样子 分明就是生食灰 天下 这这这怎么可能啊 我真的没有动过你母亲的骨灰啊 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把我母亲的骨灰还回来 我真的没有动过 当时我从殡仪馆拿回来之后 直接送到墓地了 我真的没有动过呀 爸 你好好看看 这里面是我妈妈的骨灰吗 你怎么可以那么觉醒 连尸骨都不给他留 你还是个人吗 这怎么可能呢 我我真的没有动过呀 我从殡仪馆拿出来 就送到墓地了 那你敢发誓吗 我对天发誓 敢说这处事 天才我雷红 不得好死 天下 我们真的都不知道这件事 你好好查查 是不是谁把试验的骨灰弄错了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这件事我会追查到的 当时我妈去世之后 是被送到哪家殡仪馆火化的 你们全都到场了 当时我们都在场 呃送去的是 江城宝山殡仪馆 没错没错 你们是亲眼看着他的遗体 被推进火化室吧 对对对 我们亲眼看着工作人员 把你妈推进去的 这怎么能有错呢 我还能拿到骨灰 我们就把骨灰送进墨园了 我们连一个像样的墓地 都没有给他们来 我恰恰做了这样的大别墅 难道我们一不心虚呢 真假 我们是认认真真的办你母亲的后事 你怎么说出这么含心的话呢 我说了 这件事我会追查到底 被我查出谁是屎作用者 必会将来自庆论 我抓到了 你怎么说出这么喊心的话呢 我说了 你好 姐 我們殯儀館的所有檔案都在這了 怎麼回事 我母親的火花記錄怎麼不在這 是不是在其他殯儀館火化的 不可能我確定過了 就是在這火化的 那不應該啊 我們殯儀館所有的檔案都在這裏 會不會有人提前拿走了檔案 有可能 但是幫我們查到資料 不知道是否想掩蓋什麼 不知道 你小姐那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 肯定是有人提前拿走了檔 就是不想我們查到真相 我們可以找找五年前的入鏈師和火化師 行好我來查查 呃查到了入鏈師叫 唐小黃 那火化師呢 火化師叫李平 他們兩個還在不在這工作 他們很早之前就不在這了 那他們現在在哪在做什麼 這個我倒不太清楚 不過李平我知道前段時間跟一個老同事聊天 聽說精神失常現在在 西郊的精神病院 行我明白了 是 你走 那兩位火化師還在調查 李平那邊確定了 就在西郊的精神病院 看來我得親自去一趟西郊精神病院 西郊的精神病院 最近好像來了一批精神科的專家 我們可以藉此機會混進去 混進去 為什麼不以太忘了方式直接找李平呢 李平好像沒有家屬 而且也不接受對外探視 所以啊 一般人 想不想 想那就按你說的去 是 你進 啊歡迎歡迎啊 我代表我們 醫院的全體醫護人員 對您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 感謝侯院長熱情快樂 來啊不是嗎請坐吧 請坐請坐請坐 好 你尊重 嗯我想瞭解一下 運那個議員情況好 資料傳錄在這 委員長 就是這一位 比較典型我想見一見 林יל fun 這個李瓶 不僅有精神疾病 而且有非常嚴重的暴力傾向 我怕他會傷害著你們的安全 要不咱們還是換一換 沒事 我對這種特殊病例有自己的應對手段 還請侯院長進來安排 好吧 那我這就安排他 請 我還要問我 林柏雪 您稍微往後靠靠 我先跟他談一下 利平 你還記得兩年前在那工作嗎 寶山殯儀館 還記得嗎 李平 你應該記得藍天堅在寶山編衣館 等我化石的工作 你肯定知道對不對 說呀 對 那我來 李平 你放輕鬆 看著這個 你還記得五年前的八月六號 你有沒有火化過一個女人 她叫 方詩音 方詩音是不是金醫生火化的 當時發生了什麼 當時發生了什麼 不知道什麼 當時發生了什麼 你會說 誰要殺你 當時發生了你告訴我 你當時看到什麼你告訴我 可是有人要殺他 都在什麼樣的殺人 我也不清楚 但我有強烈的預感 當時我母親被火化的死 可您發生了什麼 那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想要了解當時的情況 只能盡快把剩下幾個人找到 啊 林博士你們沒事吧 他想要攻擊我們 我們趕緊出去吧 走走走 這個李瓶這個藥量啊 還以為夾大 哎呀 林博士 我剛才就說了 這個李瓶啊有嚴重的暴力情緒 幸運的話他沒有傷到你 沒事 謝謝護院長 那今天的交流工作就先到這 我幫助理解釋 好好好 我送送你們啊 請請請請 這次您是的危機 先好好和他說話 先把他給往住了 等到您是渡過危機 到時候就把這個臭丫頭給踢走 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嗯 你們那麼著急打電話讓我回來 就不知道在那聊什麼 我可是很忙的 爸爸這次讓你回來呀 主要是和你商量一下 你來您是當設計總監的事 你看一下這是合同 要是沒一間的話 就把它給簽了 只要您簽下簽了合同 那就可以控制他 爸 你也太客氣了 我是您市的女兒 為您是幫忙還需要簽合同嗎 家下這麼說 你同意了 那就要看我心情 我這次回來這麼久 卻沒有感受到半點兒加溫呢 看一下 你放心 以後不管你什麼時候回來 您是永遠是你的家 從今天起啊 你就算您是住下 你先想 你怎麼跑我房間來了 叫什麼 我剛才以為是爸爸特意為我準備的 怎麼可能是為你準備我 家裡根本就沒有你 我母親方詩音才是倪天元的原配 我才是這兒的正牌大小姐 這裡的一切本來就都屬於我 太好笑了吧 你媽早就死了 我媽才是這裡的女主人 我才是你家的大小姐 我看你們這些人呢 都不懂得什麼叫禮儀人質 如果姨媽沒空教你 那我就 要找你 你先想 你居然敢打我 打你就打你 難道還要猜黃道捷律嗎 好 你哥 我現在就去找我媽 饒不了你 找你媽 快去 好 你給我走著瞧 媽 你一簽下霸佔我的房間 我跟他理論 他還用手打我 行了 別說了 在下 家裡有很多客房 要不你就挑一件 你媽 我可是你家的大小姐 讓我住客房就要傳出去 多丟你一家的面子 哎天下 你要是不想住客房 那我讓人把你以前的房子 給收拾一下 不用了 我根本就不稀罕 這個家還是留給你們一家三口住的 天下 看來這泥氏呀 凶多吉少了 你天下 你最近去哪了 怎麼 顧生想我了 我才沒有 我只是擔心 忽略照顧佳佳 你放心好了 無論如何 我都不會忽視照顧佳佳的 那就好 趕緊喝藥吧 這藥怎麼跟之間不太一樣啊 這是什麼藥 活血三瘀的藥 胡醫生已經給我開過類似的藥了 他給你開的藥 我勸你別喝了 不然你可能活不到明年 你這塊什麼意思 我查過了 吳醫生給你開的兩瓶藥 表面上是活血化癒的 但根本就不適合你的症狀 會不會是吳醫生 他把藥開錯了 吳醫生是你們顧家的私人醫生 他的資質你覺得可憐 那你的意思是說 他要害我 不然呢 偶爾開錯一次還是情有可憐 這麼多年都開錯 你覺得可憐 還好現在發現即時 如果你長期服用的話 有可能會中毒甚至癱瘓 吳先生為什麼要害我 難道他跟大哥有什麼秘密關系 也其中一定有什麼問題 我們掉下清楚 你說吳醫生開的藥有問題 那你給我開的就是什麼藥 剛才說過了 活血化癒的藥 你的大腦裡面有血 快壓迫到你的神經 得經常喝這種藥 才能有幫助 那我怎麼就相信 你給我開的藥有什麼問題 我要是想害你 就死一萬回了 如果不是你肩下 恐怕我永遠也不會懷疑 我那麼心神的吳醫生 只要從吳醫生著手 一定就能找到大哥陷害我的證據 吳醫生 林和一吳醫生跟大少爺也會陷害你 沒錯 自來想去還是最終可能就最大 他無限利用那些手段騙過我 但還是沒解決了解 你多次幫助他逗我 給他竟然將手抱 幸虧少夫人及時發現 沒想到這些年 一直要置我於死地的就是他 你順著無限 一定能調查一些手所信 你放心郭爽 這件事情我一定會調查 大少爺先和你這麼多年 也是受不了 真相 終於有大改了 好 尷尬 你把我們大家叫來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要宣布呀 是啊 奶奶 我今天有兩件大事要宣布 第一件事就是 我的頭痛已經好了 是你給元晨 是嗎 是真的哎 真的好啊 那這些都是錢下的工法 太好了 我的努力沒有百倍 李浩家家再也不會被人笑話了 哎呀 錢下 謝謝你 是你給元晨 給我們顧家帶來了好月呀 這都是我應該做的 哈哈 可惡 你以前想這個女人 居然真的治好了顧雲成 看來我在顧家的地位 岌岌可畏了 顧少該不會發現是我給他下毒吧 還有這第二件事啊 就是我已經找到了 這些年一直陷害我的凶手 啊 你快說是誰 你現在陷害我的孫子 絕對不會饒管他 雖然這個真相凶手還很雙手 但是為了顧錢 我不得不講出來 你快說 不管是誰 都不會騙騙他 一定要讓凶手付出隊 我看到 顧元晨你可能查到真相 他一定是在許章強勢 凶手就是 是 我的大哥 和我最信任的吳醫生 怎麼可能是小顏和阿謝呢 吳昌 你是不是搞錯了 看來 我已經收集到了證據 這些年 我大哥跟吳醫生勾結 一起陷害 我感覺 你聽看證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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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顏 阿謝 是不是你兩個幹好事 老婦人 饒命 都是大上野逼的 我才 我才會 陷害不少的 我都是被逼的呀 笨 衝心 哪邊我還相信你 你竟敢陷害我的孫子 來來 把他給我掏出去 是 我老婦人 老婦人 老婦人 姐 小顏 這一切都是你強管 是又怎麼樣 從小到大 你們一直拼愛顧元晨 什麼好東西都給他 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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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顧家的大少爺 混賬東西 做我們顧家的長子 將來要繼承顧家的家業 你 你嚴格了一點 就懷恨在心 超誤騙我了吧 絕對不會讓我繼承顧家的 你別的 這會人吵 大哥 我從未想著你 你 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子嗎啊 我騙我了啊 顧月城 要不是你 顧家早就是我的了 我的 從來都沒有說我繼承顧家的家業 還多次給我說 讓把繼承權給你 絕對不可能 你們是不會讓我繼承顧家的 我還沒讓我失望 還沒讓我失望 送到警局去處理 是 我還沒當回來了 我早就懷疑他們兩個 但是沒有證據 錢夏 不好意思啊 讓你看笑話了 奶奶 別這麼說 等一下 我有幾句話就跟你說 什麼 過去這麼久 我發現我愛的一直不是你 我愛的其實是你 你 雖然你不是家家的親生母親 但這些都無所謂 我發現我心臟愛的其實是你 抱歉了媽媽 我氣婚疼命 如果再不說出真相 我真的會被氣死的 顧月城 我告訴你 我才是家家的親生母親 什麼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才是你腦海裡認為的尼燕 有什麼證據嗎 沒有證據 你愛信不信 你就當我胡編亂造就算了 反正你跟尼燕相安那麼久 也不以為我這點事要改變 就算家家是我的孩子也不 你從來沒有愛過我 我愛的一直是尼燕 我之前 說我一直愛尼燕 那都是什麼 我不是騙你的 我說的都是真的 這是憑照我的記憶畫出來的輪廓 仔細一看 這除了你還是你 哪還有什麼你演的一次 那你還認不出我 這是你自己不願意認我 現下之前都是我對你不好 但從今往後會盡盡全力 去補償我所歸錢的顧少 我不需要你的補償 你在意的只有家家 沒關系我會用盡全力對你好 讓你原諒我的 好啊 那我們走著走 好好好 哎呀 你們兩個孩子呀 在序前沿 真是皆大歡喜呀 哈哈 太好了男弟弟終於生日了 不願意也ALD 不願意 沒想到的話 不願意 你更難優惡 說我